手裡緊緊握著手機 就算戴著口罩壓舌帽 也還是擋不住臉上的害怕表情 由於當時她是把門關起來 所以其實就是我還滿害怕 就一直腦袋是在思考說 我應該要趕快逃離現場 身材瘦小的S小姐 回想當初看牙醫的過程 還是心有餘悸 我就拿出來看 結果她手就自己伸過來 碰觸我的項鍊 然後她頭就越靠越近 然後就開始親吻我的脖子 事發在21號中午 台北市一間牙醫診所S小姐指控 當天看完牙醫 想詢問牙套費用 卻被醫師帶到了小房間 不斷言語騷擾 甚至還有肢體碰觸 事後將看診過程PO上臉書 卻有不少網友留言 這名醫師似乎行為詭異 甚至還有部落格 寫著過去與外籍已婚病患的故事 她會認為說她這樣做 是沒有錯的 然後可能是好事一件 我要這樣講 她是已婚我才追求她 她覺得不舒服 被冒犯了 我覺得很抱歉 這是一個誤會 任何事情 類似的事情 男人都會講誤會 招共的牙醫也坦承 有騷擾行為 但一切把它解釋成 雙方的誤會 如今S小姐 已經都派出所填寫 性騷擾事件申訴書 全案將寒送社會局未來也不排除提告 遭控牙醫恐怕會面臨性騷擾防治法 最夠兩年以下徒刑 並科10萬元法金 TBS新聞新聞新聞新宴 台北市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BBS News 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 TBBS新聞 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 等你喔